里奥宁南兰迎来坏消息 队内的核心受伤 或退出第三场的总局赛争夺战 CBA就赛继续进行 而刚刚结束的里奥宁南兰的比赛中 球迷再次发现 双方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而第一节里奥宁南兰落后 也只是暂时的 双方的实力差距就是20分球 如果要说 现在遮阳广沙队的实力对比 可能也就是常规赛排名 10名左右的球队 比如说天津南兰 山东南兰这样的水平 可能连山西都不如 而现在 里奥宁南兰也是迎来了一个坏消息 据其队内的核心球员郭艾伦 很有可能会退出第三场总决赛 郭艾伦在第二场比赛的时候 状态低迷 真正的原因也是揭晓了 那就是郭艾伦的手指 重得非常的厉害 小拇指严重变形 而郭艾伦的状态低迷 莫勒的背景和替补席要睡着的状态 也是真的让球迷担心 因为总决赛是七场四中 比赛远没有结束 所以杨明为了球稳 很有可能不会急攻击力 让郭艾伦会继续的带上作战 因此 郭艾伦退出第三场的总决赛 是基本可以确定的事情 而王宝主教练也表示 他们会跟辽宁南学习很多 并且也说了很多的课的话 比赛远还没有结束 仍然是有机会的 那么大家怎么还没听到 请大家点击关注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